中国电影史中功夫片曾是十分叫做的类型 上世纪末香港的诸多功夫影星就因此而走 但现在随着电影类型的百花齐放 功夫电影没有了曾经的辉煌 之前在香港有一位武打巨星 还曾经是梅艳芳的男朋友 现在他慢慢淡出了电影圈 进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做老师 这个人就是赵文卓 生于武术世家 他的武术基础非常优越 在18岁成年时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 原本他的人生也许与电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他只是单纯的喜欢武术 他进入电影圈完全是一个意外 21岁那年 李连杰《暗原计划》要继续出演方式 但是因为佳科公司没有及时支付英有片酬的原因 李连杰及其工作人员等与公司闹翻 这也就宣告着李连杰版的方诗玉电影 系列到此画上了句号 但是佳科公司不愿意就这么放弃方诗玉系列 于是继续到处找寻合适的演员来接替 这时 21岁的赵文卓 取得了全国等武术比赛的冠军宝座 资质优烈的他引起了公司的注意 并最终决定由赵文卓来担当这一经典戏里 电影上映之后 票房收入非常可观 年轻的赵文卓一炮耳骨 导演徐克注意到了他 邀请他参演《青蛇中的华海》 谁能想到 一个初出茅庐的 从未接受过专业戏剧指导的年轻人 竟能取得这样耀眼的成绩 方诗与华海穿红后的赵文卓 在23岁时 遇见了同样红极意识的梅艳芳 当时他作为梅艳芳的健身教练 两人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不久两人变相恋 尽管两人是相差了九岁的姐弟恋 两人的恋情广受关注 在外界媒体和舆论的压力下 这段恋情并没有坚持到最后 一年后两人宣告分手 两个人对待这段恋情的态度非常成熟 即使是分手了 在两人接受采访 时被问到对方时 他们都对对方的评价很高 最近 国内的功夫片时常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 其他的电影类型 比如说喜剧片科幻片 经常有爆款出现 广受观众的喜爱 相较之下 功夫片就显得不温不火 没有太高的关注度 电影人也是要吃饭的 得不到市场的承认 许多功夫明星只好渐渐离开了功夫片 并寻其他出路 这些人不仅包括二三线的小明星 有些一线的武打演员也受到了影响 赵文卓就明显受到了一些冲击 近些年 观察他的新作品就可以发现 他也在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的戏路 比如参演《红星照耀中国》 舞蹈明星中 像赵文卓这样渐渐转行的还真不少 比如樊少皇 满身的舞打功力 但是也逃不过走下坡路的大趋势 只好另某谈录 赵文卓现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 在指导学生 练舞的同时 偶尔也会参演一些影视剧 现在中国的功夫片确实大不如前 许多武术迷信师都很焦急 挑大梁的明星们屈指可数 影迷们希望赵文卓能够回到武打电影界 其实大家也不必着急